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本来就是谈异地恋嘛 然后两个人就是 我比较属于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现在态度嘛 又跟一开始在一起 就完全就变了 这是我男朋友给我发的话 他说他现在 就不可能像一开始 对我那么好了 更更更离谱的是 他现在竟然说 这是我自己选择 他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今天来这边呢 就是想问问他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张21岁来自浙江学生 小楼21岁来自浙江学生 欢迎两位啊 现在是一个异地恋的状态 是吧 是的 你在哪 我现在在绍兴 你呢 我在杭州 没多远啊 虽然说说远也不算远嘛 但是他就是 就给我有一种感觉 他就懒得来找我 都是我去杭州找他 好 好 难得他主动提出来 就是前一天跟我说 我要来绍兴找你了 然后我在这边满怀期待 如果一出门 他爸妈正好回来 他爸妈觉得 我这女孩怎么这样 就是大晚上呢 还要男朋友就跑来找我 但其实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 你提前跟你爸妈商量一下 其实我去绍兴也去过很多次 而且我上一次去绍兴 结果他反而是让我不要去 我那时候说气话 因为他妈妈就没同意他来 但是他就说他先来找我 我就说你既然这样别来 说实话我是诚心想来的 但是你对我这个态度 就让我就觉得很心寒 就是你看他每次都说 自己很诚心的 真的很想来 但每次都不来 我都不知道他诚心到哪 你们俩交往多久啊 快一年了 怎么认识的呢 一次聚会上我们也认识了 你是因为回国 然后认识了他 对吧 对 对 什么时候走啊 今年八月份 又去读书去了 对 读书 这不就完了吗 一个在杭州 一个在绍兴 两个小时都搞不定 这跨了羊之后 你们俩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这儿 我就想就是 有什么解决办法嘛 因为你就分了好几次 分过好几次啊 对 说说你们那几次分手 我们听听为什么分 怎么又合的 有一次就是刚才放鸽子嘛 是什么情况呢 第二天就是我生日 然后我把它拉黑了 拉黑完我们换短信炒 炒啥呢 说你为什么放我鸽子 对啊 她说因为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不让我来 要是这意思吗 就炒这个啊 短信炒出结果了吗 对 没炒出结果啊 就导致后面 我们俩要分手了 她把我全部的东西都拉黑了 谁提出分手 是我吧 你先开口 你说分手 我说气话 她说再吵架 这不重要啊 你说分手 嗯 你就把它的所有通讯方式拉黑了 拉黑才叫真分手了 拉黑之后呢 我就想 这不都拉黑了吗 怎么又联系上了呢 第二天她就来找我了嘛 就和好了呗 这叫闹 其实不是闹分手 就是闹着你来看我 人来了就胜利了呗 是吧 还有第二次 第二次 是因为她不肯给我 她的微信密码 就是那天我是要看 就是一个视频 然后需要会员嘛 然后我没这个会员 但她还有 我就要登她的微信 她的态度很坚决地说不能 我说 那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不能让我知道 你微信密码 你微信里有什么秘密 是吗 她就说没有秘密 当然就是不能告诉我 然后我那天很生气 我就又把她拉黑了 经常把我拉黑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了 她拉黑加起来 就不下个十次吧 我们两个平时 见面的时候 她也会看我的手机 然后看我微信里面 一些聊天记录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我都是给她看了 但是我如果给你 微信密码的话 其实是另外一回事 再说是拉黑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吵架 就我自己觉得都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们两个 就是吵得很厉害 吵到后面拉黑了 然后要分手了 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给她打电话的 这次后来怎么好的呢 我低头背 我又把所有软件都试发消息 发了一遍 然后发现有一个软件 还能发那消息 他还能收到那消息 然后我就在那软件上 我给她发消息 我说那这样吧 那我们出来 我请你看个电影吃个饭 然后你看我们俩还和好吗 这个其实就是谈恋爱的正常模式 打打闹闹 吵吵 然后恋爱当中有很多年轻人认为 这就是爱情的激情 就在这个激情震荡当中 在完成恋爱的过程 这个倒还好了 我想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点 其实我想说的点 他为什么当时要拉黑我 他当时拉黑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消息挽回了他十分钟 他就直接就把我拉黑了 这种事我说为什么 就不至于说是 这不就是你们俩的恋爱方式吗 直接说是拉黑拉分手 就是恋爱方式 就是他每次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但是我觉得生活 就是财米油盐 这种小事组成的 就是每一件 您没生活呢 您谈着恋爱 跟财米油盐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不是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 就由这种小事情组成的 你不要觉得小事情无所谓 我就是介意他拉黑我这个事 那就以后别拉黑了 这不就没事了吗 但是他就是做不到的 那我为什么要拉黑你 我就为了你重视这件事情 你让他重视你什么呀 不是挺重视的吗 我就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消息挽回这件事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吧 就有连着 不是 你是谁呀 我为什么要及时回复你消息呀 重点是他消息挽回 他不是说在干嘛 他是在刷抖音 就这种24小时捧着手机的人 凭什么不能秒回我消息呢 不是 刷个抖音怎么了 看到那个小姐姐比你更可爱 我刷一下怎么了呢 就是有问题呀 那有什么问题呢 就应该只能看我一个人啊 就不能看那些小姐姐啊 不是 我在听小彭老师 在这讲课讲得挺有道理的 一碗鸡汤灌下来 我刷一刷 不是挺好嘛 对啊 他可以刷完那条视频啊 那像抖音视频 顶多三四分钟 它十几分钟 那是不是中间又切换了好几个视频啊 哎呀 太较劲了吧 你是给那些视频读成什么样了 他是不是也愿意看这种读视频的那种 抖音上经常分享一些读鸡汤给我看 分享一些什么给你啊 它主要是三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是看别人怎么谈恋爱的 看别人男朋友怎么对女朋友的 一部分就是说是消息秒回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男朋友该做的 第三部分就是一些各种朋友圈的文案啊 动态啊那些东西 就我觉得很正常 主持人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那个截图 就这种很甜的文案啊 很正常啊 我就想让他发朋友圈的时候 带上这些文案有问题吗 还有这种抖音就是每逢周日休息 要跟老婆谈恋爱 别打游戏这种 你就希望他发朋友圈配这样的文案对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都一些小事了 他就不乐意干了 但是我只能说是我发朋友圈 有我自己发朋友圈的方式 也不要非给我献死了就让我这样 对啊 他有两个儿发多好啊 他都发成这样 这不是套路你吗 姑娘 就我们小女生都是这样想的呀 身边朋友也都是这样做的呀 对对 就是你们希望被套路对吧 这不是套路啊 这是表达爱的方式啊 他表达爱的方式不应该是他的方式吗 而不应该是这个模板的方式 他没有给我感觉到他有表达给我爱 所以我才会发这些给他 让他 男朋友这个不达标 不能个性表达 或者他的个性表达你不满意 对吧 没有 他还做过更过分的事情 什么事 他之前很喜欢喝酒 就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嘛 他非得喝 喝多就算了 他一定要背我 然后两个人就摔了个大跟头 我自己摔得乌青脸肿的 然后他自己就手在那边摔了一块刹伤 然后他就喊疼 他一定要去医院 还好我们还有两个朋友 然后我们三个人给他扛去医院 然后他在医院里就是撒泼打鼓 然后还吐人家的医院满地 我可丢人了 然后又把他扛回酒店 他还不是睡死过去吗 然后我就翻他手机 不翻不知道 一翻吓一跳 就很多事情瞒着我 举个最小的事情 他一开始跟我说是戒烟 翻他那个消费记录 看他买烟了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自己被逼得比较紧 不是 我也特奇怪了 你有什么资格查人家的手机 他平时就是让我查的呀 你怎么好意思查人家呢 为什么 他我男朋友为什么不能查 男朋友是你什么人啊 可是他也查我手机啊 我们俩就是想互查呀 这什么呀这是 这除了抽烟还有啥 背着我出去喝酒 不是说那种敬麻 是那种闹吧 还有女生跟他一起喝 就让我更生气 你说你几个你好兄弟 你出去喝酒就算了 我确实是去找我朋友喝的 只不过我这个朋友 他就是在酒吧上班的 而且我确实跟这朋友没见了 我说联络联络感情也很正常 你跟女的联络感情啊 然后之后 就是说我当时只是去找我这个朋友的 然后我朋友说他还有一个朋友 然后我这个朋友的朋友 又叫了一个女生过来 是这样子 所以我跟那个女生 是真的就是八竿地打不到边 我是就确实是不认识 喝完不就认识了吗 认识怎么了呢 为什么要认识别人 他要不就跟我分手 他自己想怎么出去玩都行 你跟我分手 你想怎么喝怎么喝 你跟我在一起 你答应我了不能喝酒 你既然答应的事情 你就得做的 不是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姑娘 这个世界就是男人和女人 我请曲伟喝酒 曲伟带了另外一个 陆琦这个朋友来 陆琦把周小鹏和沙娜带来了 我确实跟我没有关系啊 可以 可以 那他跟我说呀 敢跟你说吗 他不敢跟我说 那就别去啊 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就是谈恋爱 我觉得还有底线 女生如果你的底线是这样 男生的底线也很简单 我承诺对你专一 但是我不能承诺 因为你而没有个人社交 但重点是 这些他都承诺给我过 我不答应的话 他会跟我吵架 但是我又很不想 大不了分手咯 那我也不想分手 不是 这是底线啊 我们不能说因为 求一些什么 而抛弃自己的底线 女生也一样啊 还有他玩游戏的事情 他玩游戏很上瘾 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得玩 四五个钟头吧 我玩游戏确实是玩得比较多 因为我平时也是上网课 周夜颠倒 说实话我打游戏 就是因为我太孤单了 但重点是他都承诺过我 不是 我不答应你 你还根本跟我继续交往吧 不答应我 那我们一开始就分手 就没有后面的吵架了 是不是 我真的是看不懂了就这个问题 来吧 四位老师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在台上我们会觉得 你的女朋友就是胡搅蛮缠 但是你呢 你做什么了 我不去 我就不去 如果你的父母 你明明知道你的父母 半夜不希望你去出门 那好 你就告诉他 我走不了 晚上太晚了 我可以有什么时间 我再过来找你 告诉我 干嘛要骗他呢 你骗他等于骗自己 骗自己等于骗你的爱情 何苦在这儿说 我还想继续跟他在一起 你根本hold不住的 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知道好的爱情是什么吗 是我的男朋友 站在那么多的鲜花当中 有那么多比我优秀的女性 他依然选择我 那是好的爱情 再漂亮的女生 再性感的女生 再优秀的女生 在他面前 他都视而不见 他就唯独看到你 你就是那个璀璨的光 这也是爱情啊 不是你把他关在那儿 把他眼睛蒙住 你没有看到其他女生 只有我最美丽 你骗鬼呢 所以想明白 你要的是一个男人 主动爱你 不是一个男人被逼爱你 逼来的爱情算爱情吗 所以我就说一句话 他没那么爱你 看明白 如果这个人 不能让你感觉踏实安全 长得再帅没用 想要踏踏实实爱情 内心先得踏实了 内心不踏实 抓来的爱情早晚会跑掉 谢谢周老师 珊娜老师 我就问你两个问题 你是谁凭什么 你还没当他老婆呢 你当他老婆你得怎么样啊 管更严 管更严啊 赶紧跑吧 这样老婆你敢娶回家吗 我 我不想分手 就是这就是我的答案 答案 她说她不想分手 但他没说敢娶你 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我们不要把女朋友神仙化 也不要把这三个字 给他赋予太多的东西在上面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 女朋友只是表明 我们两个人是彼此忠诚的恋爱关系 一对一的恋爱关系就可以了 凭什么当了女朋友之后 要管了好多好多东西 你的经济大权 你的隐私空间 你的亲友家人 你的事业学业 连你发朋友圈发什么我都得管 你是谁凭什么 如果女朋友有这么多的权利 男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权利 对啊 她平时也有要求我家婆 也有要求是吧 对啊 你都有做得到吗 基本上她要求我都做了呀 她让你不要拉黑她 你怎么不听呢 她是因为她 你看你总有理由吧 如果要恋爱这么谈的话 大家都在这种的提要求 而且这种要求 是无理要求的情况下 然后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吵架 那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一个真的不想来见你的人 你还这么要求她干嘛呀 爱就爱 不爱就不爱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我们不要用那些套路 来规定爱的动作是什么 不要为了作而作 要谈恋爱就好好谈 要谈不下去 咱就好好分手 好吗 谢谢莎娜老师 曲总 我听着你们这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恋爱 特别忙 完全是你们制造出来的 完全是制造出来说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爱不爱我 然后怎么证明 怎么做才是爱我 不能跟其他异性玩游戏 不能跟其他的异性接触 不能去喝酒 不能去抽烟 然后必须秒回我的微信 一旦不 好 马上就吵架拉黑分手 一年有十次左右的分手 所以你看你们听起来很忙很乱 但是仔细看看 你们这一年是在恋爱吗 你说了 爱情不就是没有什么大事吗 可是 你们非但是没有大事 你们在找事 找事是为什么 是为了找到对方爱自己的证据 爱的证据不需要去找 爱的证据不需要去要 爱的证据不需要自己去制造 爱是感受 我觉得你们很累这一年过 真正的爱是舒服 是开心 别忘了 你们再过一段时间 要真正的要长时间的一国了 是有可能 你想过那会怎么去过吗 男生说了一句话 让我特别有感触 他说为什么要去玩游戏啊 因为很孤独 你们的爱让彼此越来越孤独 没有了社交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为什么而爱 只是为了不分手 都是那些根本就无关痛痒的 那些小问题 完全是你们 我们就为了要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 所以你们最终爱对方了 回到原点 为什么要在一起啊 感受对对方的爱啊 只有感受不到才去找 才去要 才去证明啊 这是那所谓的套路 鸡汤和形式 所以摊一下心来看看爱对方 爱的是对方对我的表达 还是爱对方这个人呢 好像没有 真的没有 至少我没有看到 你们尽早发现吧 爱情当中有对错吗 只有适不适合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陆琦老师 我问你 你现在21岁 你觉得一个26岁的男生 会喜欢你这样的吗 我也不会喜欢26岁的男生啊 你会有到26岁那时候 你30岁的时候 还有什么值得别人爱的吗 你35岁的时候 还有什么值得别人爱的吗 你知道你有多乏味吗 最近老有人问 说啊 老师 说女孩子年纪大了 到30岁了可怎么办呀 好有危机啊 我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一句话 我说你为什么到了30岁 你会有危机 很简单 因为你除了年轻 你什么都没有 你站在这儿说那些话 为什么我说你乏味 因为就一听就知道 没有被社会暴打过嘛 没有遭遇过真正的痛苦 没有遭遇过真正的磨难 也没有被历练过 什么都没有 就是谈恋爱 你谈恋爱你可以谈 就你们这种恋爱方式 属于浪费时间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做那种 除了年轻 什么都没有的人 第二个 拉黑不属于分手 拉黑属于什么 拉黑属于这个时代的 离家出走 以前的离家出走 我门一拉我就走了 现在都改成拉黑了 这种我们叫沟通隔膜 只能宣泄情绪 它不解决问题 你们之间所有做的事情 包括你们吵架也好 包括你们拉黑也好 永远都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 而不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一直以来都从自我中心时期没有走出来 你们一直活在自我之中 就是永远只关注我的情绪 你为什么不来哄我 我想要怎么样 我现在这样了 你居然还没有感觉到 都是以我为核心的 没有想过对方 没有想过共情 所以你们之间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沟通永远是把我放低 然后再想想你在想什么 你在说什么 第三点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就不要谈恋 因为你没有谈恋爱的能力 一个连去一趟绍兴 都需要父母同意的21岁的男人 是不是 你自己想象都好笑 我就在杭州 杭州到绍兴两小时 一张高铁票花多少 花得了多少钱 在多大点事 把父母搬出来 所以不要说这个事 没什么可说的 就拿出来特好笑你知道吗 独立谈恋爱之前 你说我要管他的时候 你管人之前 麻烦你先养活自己行吗 麻烦你先想好了 自己将来要干什么行吗 麻烦你先琢磨一下 你们这一段恋爱 所谓的恋爱 将来是要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你是要怎么样成就对方 怎么样成就自己行吗 天天在想这些什么东西 不是说不能谈恋爱 恋爱在你们这种人生的 转折点人生的关键期 不要超过30%的时间 所以任何一切说 我们现在不就是应该谈恋爱吗 谈恋爱不就是应该 全心全意爱我吗 不对 错了 谈恋爱就不应该 全心全意爱你 因为更多的时间 要放在丰富自己身上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八月份就要走了 现实就是一个上着网课 都不能安分 还会觉得寂寞的男人 你觉得他这个恋爱 谈得有营养吗 不要相信那个网上那些东西 挺好的就彼此珍惜就完了 还有一个一定要在恋爱当中 保持独立 失去了独立真完蛋了 直说可以不分手 不分手的前提是 彼此接受底线 而不是无原则的退让 你们自己琢磨啊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说我也没别的要说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能感觉到 你对我的爱这样 我也希望就是你能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我就不会去强迫 或者是硬性要求你做 然后如果你能做到这些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 我就不会有很多猜疑或者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还是喜欢你 但是就是说我们之间 我希望我们之间就能少一点 就是对于这种非常琐碎的这种事情 上面的这种争吵 然后我觉得能够彼此互相宽容一点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不过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请开门 来吧 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老妹啊 请回吧 谢谢老妹啊 请回吧 我先证明啊 请回吧